除了周末在电影院看电影 其实也可以到郊外来走走 很多人想要去赏风 不过现在告诉您 风红可能还不到时候哦 因为这几波冷气团来得比较晚 再加上其实缺乏雨水 帮助枫叶来转红 所以现在只有六七成 转成了红色 预估赏风最佳的时机 将会落在12月的中旬 风红还看不到 反倒是落雨松都已经先转红了 不少民众从赏风 变成上落雨松 倒也挺浪漫的 穿着一身和服 在风树前摆出pose 让人误以为身在日本 但其实这里是南投傲万大 不过仔细一看 风树上的叶子只有六七成红 让许多上山的游客 干脆从赏风变成野餐 倒也愜意 没看没有红叶啊 没有啊还没红啊 这个在12月这段时间 有比较强烈的封面下来的话 那其实这个园区呢还是 还是有可以期待的 林管珠就说因为入冬之后 到最近才有几波的冷气团 加上缺少雨水帮忙 枫叶还没有全红 反倒是一旁的落雨松 已经千红成一片 让民众驻足拍照 香港来了游客只喊兴奋 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 落雨松散落在地面 一片火红色 宛如置身在韩剧现场 让他们很惊讶 但林管处就说 其实今年最佳的赏风期间 将会落在12月中旬 成台的赏风景点 包含台中和平区的大雪山 或是武林 还有南投的奥万大风香跟塔塔家 届时都会转成一片红 虽然今年的风红来了比较晚 民众先看着落雨松过过瘾 但随着冬天天气变冷 渴望见到风红和松红 双呼应将山头染成一片艳红 记得蔡玉凯在南投的采访报导